社會衛生組織三號批准印度 本土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 COVAXIN緊急使用的授權 防護力達到百分之七十八 這款疫苗今年一月 還在三期臨床試驗中 就先獲得了政府通過緊急使用 引發關注跟批評 完全在印度研發與生產的 新冠病毒疫苗COVAXIN 三號獲得世界衛生組織 列入緊急使用清單 也是土研國際認可第一款 批准消息傳來 數千萬印度人鬆了一口氣 因為該疫苗早在今年一月 還在三期臨床實驗中 就獲得印度政府的緊急授權 引發關注跟批評 COVAXIN在國內至今 已經接種超過一點零五億劑 巴拉特生計今年七月 向世界衛生組織送件 上個月世衛要求提交 更多相關資料 部分專家認為這款疫苗 快速審核 提交資料不夠完整而有安全疑慮 巴拉特生計董事長 克里希娜埃拉說 COVAXIN百分之兩百有效 世界衛生組織核准聲明指出 COVAXIN建議適用於十八歲以上族群 一共打兩劑 間隔四星期 接種兩劑後十四天 或更久的情況下 對任何相關重症防護力 百分之七十八 也應保存容易非常適合中低收入國家 目前印度打的最多的是印度版AZ 也就是阿斯特傑利康藥廠研發 印度血清研究所製造的COVID-SHATE 有八點一億人接種 該國至今超過二點五三億人口完整接種 佔有資格接種者的四分之一 而至少打過第一劑的 则有六點五三億人 公視新聞 黃瑞麟編譯